今天KS到的东西还是拼播的 我们来看看巴黎 巴黎这个游戏我们当时支持的时候 就已经玩了它的PMP 就是自己打印了做了一份 玩完之后感觉还可以 觉得机制还是挺不错的 所以现在我完全知道这里面的东西都是啥 所以我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上面这个软帕的东西 大家看起来好像觉得 怎么都变形了 他这上面说为了环保 不用塑料膜 所以就用这种纸质的东西给它包一下 但结果它外面还是有一层出料膜 各位不是很懂 先把它给打开看看吧 这个应该是没有啥太用的 当然你也可以留下来绑这个盒用 只是它边都已经有点脆了 这个是我们上次Fujicoro那个公司出版的Game Brewer 我觉得他们做质量还挺好 但是我到时发现它不知道为什么就已经盖不上了 这是最神奇的 这个我们来看里面 哇满满当当 M板都已经凸出来了 是我刚晃了一下 这有三个M板 这个像是 这应该是给的收纳的小盒 你可以拼起来 然后这中间档上一些资源可以放在里面 这应该是三个这种收纳的小盒 那还挺好的 这个就是说明书了 说明书我之前已经看过了 跟当时的好像没有太大的区别 游戏还是挺简单的 然后还是有一定的思考点 所以为什么我会比较喜欢 毕竟是这个花砖的设计师了 广告页 怕了这个收纳 如果把它拼起来 然后最后就这样 整整齐齐放这边 把这个放上面就好了 我还是很好奇为什么这些M板是斜着的 这么厚 全是M板 还有更多的小收纳 切得非常好 各种掉出来 反而 这个游戏的这种板间 居然是M好的 我知道为什么 因为是KS加的加厚 这好像是木块的感觉 M板我先放一边 先看这里面东西了 这个应该就是待会这样起来之后 那些小的收纳盒可以放在这个里面 最后再大的收纳盒一盖 就完美收纳 袋子若干 每个玩家颜色的圆壁 应该是计分的 以及这个人 就是技能条上拿那个技能卡 这是钥匙 钥匙就是这个游戏里面的工人放置放的东西 你往那房子上放钥匙去买这个物业 我们来看看这个顶件 我的天哪 现在这些桌游的零件也太好了 如果不是因为我刚开完爱极验后 我会被它惊验到 它是木片 这么厚 原来可能是M板的东西 它已经变成这种木片 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KF豪华版独有的一个待遇 这非常好 质感 然后这还有一袋 就是放在外面的那个条上的一些技能 你往前走 你就可以获得这些技能 有点油油的感觉 这个硬的不得不说还是非常好的 就是我不知道它这种木板玩久了会不会掉漆 正面你可以看到也是印的非常好 这么一袋都是 所以基本上它这些东西除了版图以外 就都变成了木劲 这个是金银铜牌跟资源 资源选的是这种路线 木块这么厚 上面印正反面 又有点悦意识想玩这个游戏了 这个是每一个街区的那个随机抽的那个算分条 就第一名多少分 第三名多少分 连这种都变成木头 这也是木头 跟刚刚一样的 那么这个是在游戏里面充当这个地点的 刚刚不是说你放钥匙去买那个物业吗 这就是那些不同的物业 随机抽好像有几落 你可以遍远看到它是哪一个街区的 你抽然后翻出来了 你给它放到对应的地方去 反正就是小房换大房 大房换地标 就最后算分 这个应该是最后一个这个木件件 这就是地标 就是那种大的地标牌 放在外面的 这是16块钱的意思 好 那么盒子的东西就已经全部看完了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这个盒子的底部 这就是那个版图最后长的样子 这个就是每个街区 然后你的那些建筑物就放在这个上面 然后地标放在外面 这外面这一圈就我刚刚说放技能的地方 有个地方你可以拿技能 你就拿技能往前走 然后就可以拿到挺厉害的技能牌 随时都可以用那种 这四个就是玩家的屏风 所以就很像富基扣肉 记不记得富基扣肉回来 也是这种纸质的收纳 已经全部做好了 其实巴黎的收纳要你自己拼而已 收纳就不拼了 不是什么特别厉害的东西 收纳好了 我拍照 然后链接到视频的尾部 然后我们可以看看它剩下的这些正儿八经的版图 就是这个 我们来看看这些板件 这个是放在这个版图中间的 就是立体的巴黎的凯旋门 如果没有的话就是这样的板子 有的话你可以把它放在上面 就是一个立体的凯旋门 的底座 这就是它原版拼在外面 待会我拼起来给大家看看 我这个还有按的必要吗 它这个不就是刚刚那些的板件版吗 有点尴尬了 等于我这一套游戏 买出了两套的价值吗 这不就刚刚那个地标吗 那剩下这些我都不打算按了 我就把这个凯旋门按出来 看看 钱币 钱币还是需要的吧 这里面还没有钱币 除非你买硬币 硬币可能加钱 钱币的话我可以用筹码就好了 那还真的就不用按出来 这些都不用按出来 就是要按版图 我基本上把这些有用的都先抠下来了 好这是中间那个板块 就是凯旋门可以这样卷一下 然后给它插到这个底座上 先把这个摁掉 我想这个凯旋门应该不用每次单独拼吧 那也太麻烦了 它应该拼好的可能就能放到盒子里 我是这么期待的 好 然后你就有一个这样的3D的凯旋门放在上面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给它盖上 因为中间凯旋门上面也有放钥匙的坑位 工人放纸嘛就放钥匙 它的好处就是你放在这个上面就可以连接所有的区域 就是想去哪就去了 好 那么这个凯旋门就拼装完毕 就是一个这样的新装的凯旋门 往这一放 然后你这个钥匙就可以放在这上面来 没有什么太大实际的用途 但就是好看 然后它旁边的这些街区 就按照这个上面的这个指示给它拼上 例如这个紫对紫 红对红 黄对黄 绿对绿 浅蓝对浅蓝 深蓝对深蓝 第一圈这个版图就拼完了 然后就是这一圈 在外面的这个技能条 我可能不太够位置拼了 但是你们大概懂就行 就这个位置能够卡一下 就你懂的 就这么绕一圈 然后你可以从这开始 你这么走 这边可以放不同的这个技能 剩下的就不放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版图非常好看 这也是吸引我的一个原因 剩下的就是它给了这个4个玩家的屏风 我们来拼拼看 玩家屏风后面还有这个让你放东西的位置 这个屏风好像并不是很牢靠 卡的位置是刚刚好而已 但是也是 它如果深了就搓到下面 露出来了也不行 上面这个样子 这就是它的这个玩家小屏风 可以看到是的确是很不稳 那么这样的话 巴黎的开箱就开到这里了 我们杂谈里见 拜拜